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今天3.2的深渊终于是更新了 UP我也是第一时间去体验了一下 整体上来说难度不大 平民也是可以满心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来给大家做一期3.2的深渊解析 首先九层十层还是老样子 摆给层,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啥在啥,无脑网伤害就行了 11层有一个小难点 11-3的下半放了一个无象草 要求大家必须带一个草属性的角色 这个是属于怪物机制,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大家玩的还是旧体系的话 比如说雷国神里这一类 那么就需要大家把旧体系拆开 再强行塞进去一个草属性的角色 可能会掉点伤害,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无象之草整体上来说血量不算高 掉一点伤害也是随便打的 再来看一下12层 上半的难度其实是比下半要多的 第一间一共14只狗 其中12只小的,两只大的 最好是带巨怪的队伍 如果没有巨怪的话尽量AOE多一些 第二间一共是8个空壳 就是比较肉,其他倒也没啥 这个也是可以巨怪的 温迪也吸得动 跟第一间是一样的 要么是带一个巨怪角色 要么AOE多一些 护盾角色尽量不要带 像是钟离这种的 不然被打到了挺恶心的 当然了操作好一点 伤害高一点也是可以带的 第三间是一个飞天龙兽 开局会直接飞天 需要强制大家带一个弓箭角色 不然就会浪费一分钟的输出期 血呢比较厚 对伤害会有一定的要求 再来看一下下半 我们都很熟悉的雷鸟 大家如果有对空角色的话 比如说肖宫呀 提娜里呀这样的 打起来就会相对的无脑 近战角色就要稍微熟悉一下 怪物的机制了 需要抓他落地的时机来打 尽量不要拿雷果打 反正我试了一下 我的香菱和星秋伤害是不够的 打不掉 第二间没有难度 纯属白给 第三间也是白给 他俩第一波先出 他俩第二波后出 带不带严属性 其实无所谓 大家要是怕他出盾的话 你先看他就行了 好吧 整体上来说 这期三连二深渊也不是很难 更多的是对角色的限制 只要大家能配出来合理的队伍 打满这期深渊不是梦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对大家很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 支持一下up主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见 Respect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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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下期见